要考汽车驾照朋友要格外留意了 交通部核定汽车考照的路考要采用双轨制 除了保留现行的驾训场内路考之外 明年三月开始道路路考首都纳入了考照计分 可以选择比较国外直接开上路来考试 由于不少人考到驾照之后根本不敢开在马路上 所以未来要全面的道路路考 还要增加变化你车道没有打方向灯 还有路边临时停车撞路远或停红线以及停红灯月线的魔王关卡 一项出错就要扣32分马上出局 明年开始要事半一年时间 最快在后年取消常考全面强制道路路考